來到福州機場 準備前往煙台 有人會說怎麼每次都是來煙台跟青島 其實煙台或青島 它不僅僅是一個地方 也不僅僅是重溫舊夢 它更是一段情懷 再次來到這些地方 心中會充滿了期待與感慨 彷彿一切都還是那麼的熟悉 又那麼的新鮮 無論時光如何變遷 某些地方的情感 總是會存在心中 留下深刻的印記 柯爾鴨 今天是1月1號國慶 天氣非常棒 特別來去朝陽街走走 趕巧碰上的慶祝國慶的隊伍 唱起了歌唱組 我們想要 我們想要 是我們的心愛一路 請到小白龍不牆 請我們親愛祖國 從心走小白龍不牆 這我們想要 我得找你拿個鍋起 今天的朝陽街好熱鬧啊 今天的朝陽街好熱鬧啊 這我們想要 在你家裡的 你家裡的 我可以從心裡 你家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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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行是北京 年太原至美芬行 一周五零年六月 福盛德銀行就職有業 他實現才是紫合金的私人錢莊 八十年代 該建築被作為小和田旅官使用 今天福盛德銀行就職 移入中國最美書店中書閣 我的講解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小朋友厲害啊 在朝陽街上大家一同歡慶祖國的國慶啊 熱禮的氛圍無比熱烈 看街道兩旁高高懸掛著鮮紅的國旗 迎風飄揚 象徵著我們對祖國的熱愛與自豪啊 這份共鳴與慶祝 我想一定會在我們的記憶中永遠珍藏 食物 這是孫聰山先生嚇塌過的克力隊飯店 煙台山想必今天人一定多吧 這個煙台山呢 其實它的海拔只有42.5米啊 算是個小丘吧 但是早在康熙年間這裡就被列為了虎山八級 煙台開幕以後啊 首先是英國在山上設立了領事館 那隨後接著就有美國 法國 德國 德國 丹麥以及日本都設立了領事館 這是丹麥領事館 上次來的時候還可以進去參觀呢 這裡的樹木依然高大茂盛 在今天依然頻率長 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 灑落斑駁的光影 就好像是時間的碎片了 幸好 剛才等著上燈塔的隊伍 還得可老長了 走在這海岸街 彷彿又看見了我們父親的背影 來給你們看一看八年前的朝陽街 這是繁星後的天翔翼 天翔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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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ste cinemat 방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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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连续性 也明白了过去的经历是如何塑造到现在 還是逛這些沒有人的小巷弄 留意是多了 這外面太商業化了 這民國民居跟清代民居是怎麼分出來的 它自然中、現在的一生 野菜單都可以出來 鮮魚店 鮮魚店 騎鮮魚店 鮮魚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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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到這裏來 最後我們來這博物館瞧瞧 其實也挺有意思的 大家火來煙台可別忘了來這個博物館看看